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9% 香山 新丰 东区 湖口 湖口也长不少 也长2成2 对 因为新丰跟湖口的话 其实就是算是竹科的效应的外溢效果 因为他们可能在 那湖口也有个工业区不是吗 对 它也有个工业区 所以它相对也有产业来支撑它 所以才有办法有这么多人 会想要往这两个区去移动 那竹北还是在反映竹科 对 因为竹北的 不管是它的生活机能 或是各项公共设施 其实都还蛮完善的 那所以很多人都会 当然第一优先考虑 可能就会考虑竹北 那只是说目前竹北的价格 其实也算高了 但是我怎么 我自己对新竹是不熟 但是我有一些在新竹投资的朋友 跟我说 新竹的推案量很少 对 以我们来看也是 就是它的供给本身其实并不多 它为什么价格会一直上去 就是因为它的量 它的供给量很少 那在供应该说 供小于求 供不应求 所以那个价格就一直跌上去 对 因为我们其实有在观察 就是竹北它的需求量 的确都会大于供给 所以才会造成近几年 其实新竹这边的房价 一直在往上飙涨 因为它就是想要买 但是买不到 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些竹科工程师 其实因为他们手头就比较 就是优渥嘛 所以他们都有很多人就说 很多像是竹科太太 就不是理科太太 对 竹科太太 就除了他们自己资助之外 跟日本人渡边太太们一样 渡边太太专门在炒作日元 对 他又做一些制裁的动作 所以他们也会想要再去买第二套房 或甚至第三套房 但是新竹有个蛮特别的现象是 因为我有来自于新竹的 专门在经营社群媒体的 房地产社群媒体的来宾 他说他们买房子 跟我们台北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工程师 工程师就是很包干嘛 你也知道经常都睡在公司 所以他们也没时间 去找什么仲介什么 他们最喜欢在网路上揪团 所以他们有好多社群 新竹社群特别多 他们就成立很多的社群 然后你就参加那个社群 然后就揪说 这个案子你要不要买啊 他们经常是揪团一起去买的 他们团购的比例很高 第二个他们经常是在网路上 就他们所有的资讯 都是来自于网路 他跟我们一般 我们在台北买房子 或卖房子我们就是中介啊 对不对 到先到店门口 看一下那个玻璃贴了什么 然后进去啊 他跟我们这种交易行为不太一样 他们所有的交易行为呢 都是在网路上 对 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 但现在政府好像在抓 就是这个社群 就是你揪团去买房子 或者在社群上面串联啊 团购啊各方面 这个好像政府有在抓啊 就会影响到新竹的买气 应该多少会有一点受到影响啦 因为毕竟他觉得说 这样子的状况其实 他们在团购 也许他完全没有去看过那房子 但是他没看过房子就买啦 对 很多其实是 类似这样的状况 但是这样就变得是 你很激烈 之前你有小孩一定要去 半导体公司上班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主要他也是预售的 你看半导体公司上班了 没有看房子就可以买房子 对 因为第一个他可能是预售 第二个因为他们在地 我跟你讲我就算买预售 我也要去看看样品屋啊 是不是 OK 听说新竹人连基地都不用看 他们很多案子 连样品屋都没有 也没接待中心喔 就说他们要卖 就买完 所以政府才会想要 就是来抓这样子 毕竟这样就会有一个炒作 炒作的风气 对 炒作的风气 好 就是在新竹 比较特别啦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防望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防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喔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